我们要建立渣打北方区 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被我一招轻松化解 渣打银行 北方的人不了解这个银行 人家一看到这个名字 第一反应就是 人渣的渣 打人的打 所以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个什么银行 不值得信赖 所以我们以前的那些亚洲人 就不断地去跟客户解释 我们值得信赖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能改变自己是神 你想改变别人是什么 你就是个神经病 别人是改变不了的 我认为你长得不帅 你就是不帅 所以怎么办呢 你要意识到 这是在认知的沙漠上 我们要建立渣打北方区 在别人看来 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 被我一招轻松化解 我做了件特别简单的事 因为我懂心智 我懂认知 所以跳动心智的认知 有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关联定位 关联谁呢 关联香港 关联汇丰 我就跑到香港渣打银行 搞了一批20块钱的港币过来 港币是由渣打和汇丰发行的 97年香港回归以后 由中国银行也发行了一批 让整个流通货币的5% 你知道我拿了这个货币以后 我干了解什么事吗 我就每个销售 一个人发一张货币 以后见到顾客 你什么话都不要讲 你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皮夹子打开了 然后把这张港币抽出来 跟顾客说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和汇丰银行一样 都是香港的发钞行 这句话为什么有效 这句话有效的原因是有两个 第一 香港的市能在06年 是比我们高还是低 是高的 所以才有效 你千万不要说 拿一张阿富汗的银行 孟加拉的银行 那你就死定了 这个不行的 市能低的国家不行 要拿什么 市能高的国家或者地区 或者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要高市能 比如说英镑是我发行的 日元是我发行的 美元是我发行的 你会觉得我怎么样 哇好牛逼啊 如果说阿富汗是我发行的 那就完蛋了 你可能跟本拉丹有关系 第二个就是 汇丰银行为什么要关联它 就是因为所有的客户 有外币的 他们的钱大多数都存在哪里 都存在汇丰 所以他已经在心智中 接受了谁啊 接受了汇丰 所以你这一下子 你就不用解释了 心智这个东西 很诡异的 你知道吧 他一旦接受了你 他再看这个 渣打银行的时候 他就突然觉得 这个银行 一看就是个外资银行 你可以发现它很有意思的吧 所以各位 一念可以下地狱 一念就可以什么 上天堂 所以记住啊 聊天很重要 你知道不 你学会聊天特别重要 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热血沸腾 一句话同样可以让你打路冰窖 所以各位一定要学会聊天 聊个天嘛 聊天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是让对方嗨 记住啊 活学要活用嘛 你不用 你就永远不改变 特朗多先生讲了一句 特别牛逼的话 这句话我真的记得很久 一直到现在 他说 如果你脑袋里头想的 你认为你都是对的 那么你的口袋里头 为什么没有看见你想要的 这话什么意思啊 总认为你对 你赚到钱了吗 你赚到你想要的钱了吗 如果你没有赚到你想要的钱 你是不是要反省一下 你自己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错的 只是特朗多先生说的很什么 他只是说的很委婉而已 这句话对我刺激非常大 从此我就开始觉得 要改变 你不改变 脑袋不变 口袋是不会变的 各位 认识一旦发生变化 你的语言 你的行为就发生变化 你的垂脚就会上扬 要不然你就笑不起来 你知道吗